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月15日开始财运勃发,皆财皆福皆好运,横财喜事不断地舞声笑 在我们的人生中,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特别的时刻 这些时刻,仿佛被幸运女神所眷顾 让我们感受到无尽的喜悦和财富 而在2024年1月15日这一天,有五个生肖的人将会迎来自己的财运勃发时刻 他们将会皆财皆福皆好运,横财喜事不断 那么哪些生肖的人将会在这样幸运的日子里迎来好运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这个神秘的答案 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属鼠的人 从1月15日开始,属鼠的人将会感受到 自己的财运不断攀升 他们不仅正财运旺盛 偏财运也非常不错 在投资、股票、彩券等方面 预计将获得意外的收入 同时,属鼠的人在职场上,也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好运 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得到领导的赞赏与重用 他们将会抓住机会果断行动 让自己的财富不断成长 接下来是属牛的人 从这一天开始 属牛的人将会感受到 自己的事业运势提升 他们的工作将会得到领导的认可和赞扬 从而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职位 同时,属牛的人也有机会结交一些 有影响力的人物 为自己的未来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们需要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 认真对待每一个机会和挑战 相信自己的实力和能力 迎接更多的好运和成功 属虎的人 在这段时间内也将迎来好运 他们将会在工作和生活中 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和智慧 并得到他人的赞赏和赞美 同时,属虎的人也有机会 在投资或副业上获得可观的收入 让自己的财富更丰厚 他们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智的态度 抓住机会迎接挑战 同时也要注意 不要贪心不足,舌吞笑 要学会适可而止 属兔的人在这段时间内的运势 也将迎来好运 兔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温柔 善良和机智 在这段时间内 属兔的人将会感受到 自己的机智和敏锐 得到充分的发挥 他们有机会在工作或生活中 遇到一些好的机会和挑战 只要保持冷静和理智 就能够抓住机会迎接挑战 同时,属兔的人也有机会获得一些 意外的收入或好消息 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 在这段时间内 属兔的人要保持积极的心态 不断学习和进步 迎接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最后一个要提的属相是龙 龙在中国文化中是尊贵 力量和成功的象征 在这段时间内 属龙的人将会感受到 自己的领导力和创造力 得到充分的发挥 他们有机会在工作或生活中 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和智慧 为自己带来好运和成功 同时,属龙的人也有机会结交一些 有影响力的人物或伙伴 为自己的未来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 属龙的人要保持谦虚 和谨慎的态度 认真对待每一个机会和挑战 当然,以上提到的运势只是参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轨迹 要真正获得成功和幸福 还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和选择 希望这些资讯 能为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祝福您在新的一年里 事业顺利,财运亨通 那摩大慈大悲观 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静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兴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生肖属牛 2024年一定要珍惜这个人 他将是你一年的活财神 生肖牛 2024年一定要珍惜这个人 他将是你一年的活财神 在所有属相中 属牛人表现得老实本分 但做事不懂得灵活变通 很多时候想要解决问题 不会特别的困难 会有捷径出现 只要有人在旁提醒 每个人都会有盲区 属牛人若遇到了 真心帮助自己的贵人 稍加提点 很快就能够平步青云 那么牛生肖贵人 是哪个生肖 2024年属牛的贵人 是什么属相呢 属牛一生贵人 一属鼞鼞人 属牛人一生 最大的贵人是属鼞人 二者是六合关系 无论是怎样的关系 相处起来 会特别的和谐与融洽 属牛人形式 莽撞 缺乏技巧 会认识你 一个步一个脚印去做 大部分达到终点时 果实已经被他人所摘取了 属鼞人思维活跃 反应灵敏 行为速度较快 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 会把思维散发到关键的位置 快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属牛人与属鼞人相处期间 能够快速地完成目标 二属蛇人 属鼞人 一生最大的贵人为属蛇人 二者是三合关系 所以首相相和会相复相成 取长补短 属蛇人的想法跳跃 行动不定 无论在工作还是表现 以及交往过程中 都给人一种不受约束的感觉 但因为行动缺乏不定性 所以会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 属牛人做事拯救行动与规律 整体特别的克制 缺乏新鲜感与挑战性 属牛人和属熟人 成为合作伙伴时 属牛人的克制力 能够压住属蛇的人逃脱的行为 让属蛇的人在行动前 就会提前准备 2024年属牛的贵人是什么属相 一属鸡人 属牛人在2024年 尖的贵人是属鸡人 二者存在的三合的关系 无论是运气 能量 三观 性格都会有互补之处 若是能够成为伴侣 属机器人的强势 会让他们成为主导者 属牛人负责提供引导方向 属牛人的沉稳和内敛 会给予所记者携带的安慰与助力 属鸡人会给予属牛人 一定的胆量与魄力 属牛人或给予属鸡人 依靠与想法 让对方成为自己的倾听者 以及引导者在相互努力的过程中 会表现的自信与随和 二属猪人 属牛人 在2024年间的贵人是属猪人 因为从个性方面来进行分析 属猪人个性随和 情绪稳定 会成为属牛人的得力帮手 若有贵人的相处 只要知言片语 就能够帮助人们走出困境 这种贵人不好相遇 还需要看演员 属猪人比较好相处 能够及时地帮到自己 虽然效果不会很明显 但能够落实到实处 遇到的话会特别走遇 那摩大慈大悲观 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敞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兴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 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